各位同学,这一章我们将了解创业网站的类型。 创业网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产品服务展示型网站。 这类网站的目的是将企业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充分地展示给新老顾客, 让顾客能够全面了解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产生商机以及消费者对产品产生购买的欲望, 从而让我们企业的销售量得到提升。 第二种类型是品牌宣传型网站。 品牌宣传型网站非常强调创意, 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平面广告设计。 这种类型的网站重点展示企业的形象, 传播品牌文化,提高知名度等等。 如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许多官网就属于品牌传播型网站。 第三是产品销售型网站。 是以销售物品为主要目的的网站, 主要包括B2B、B2C、C2C、C2B以及团购五种模式。 该类网站具有产品管理、订购管理、订单管理、 产品推荐、支付管理、收费管理、 发送货管理以及会员管理等基本的系统。 甚至复杂的销售型网站还具有积分管理、 VIP系统管理、客户交流服务管理等等。 例如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等购物网站 就属于产品销售型的范畴。 第四种类型是门库型网站。 是指提供某种综合型信息资源, 并且提供有关信息服务的应用系统平台。 该类型的网站涵盖的类型很多, 信息量很大,而且访问群体非常的广。 按照网站的信息内容, 我们将它细分成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搜索引擎门户网站。 这种网站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强大的搜索引擎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 方便顾客通过该门户网站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所需要的网站。 常见的有好123、360门户等等。 第二个细分的网站是综合门户型网站。 这类网站主要是以新闻信息、娱乐资讯为主。 这类网站包含的内容非常的繁多, 除了新兴资资源之外, 还包括了游戏、视频、购物等板块。 例如最常见的新浪、收湖、网易、凤凰网都属于综合门户型网站。 第三个细分类型是地方生活门户网站。 这类网站是时下最流行的, 以本地资讯为主的综合型门户网站。 网站一般内容包括了本地的资讯、 同城网购、分类信息、求职招聘以及生活社区等频道。 网内还可能包括电子图册、电子优惠券、 打测信息以及旅游信息等等非常实用的功能。 例如下沙网就是地方门户型网站中最典型的代表。 第四个细分的小点是垂直型门户网站。 这类门户网站主要是指一些综合性的网站, 也就是那些专业性较强、设计内容较为单一的网站。 例如大学生生活网、化工网等等。 它和中和性门户网站之间的区别可以形象地比喻为 超级市场和在卖店之间的区别。 前者品牌和商品众多,后者却比较单一。 好,各位同学,下面让我们共同看一个教学案例, 属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集团的全球速卖通, 创立于2010年,是为全球消费者而设立的零售市场。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全球速卖通, 直接以批发价从中国批发商和制造商里购买多种产品。 全球速卖通被广大的卖家称为国际版淘宝。 它面向海外买家,通过支付宝国际账户进行担保交易, 并且使用国际快递发货。 截止2018年2月, 速卖通已经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无线交易额暂比超55%, 网站日均浏览量高达2亿, 是一个极具潜力的英文在线购物网站。 好,各位同学,请问, 全球速卖通属于哪种类型的网站呢?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 现在已经提升了一个国家的战略。 在整个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 中国制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 Q是Y三个字母分别有不同的一语, Q是代表品质的意思, C是代表创造和创意的意思, Y是代表年轻的意思, 希望全球的联系消费者能够摆脱有限的束缚, 尽情享受无限的音乐和生活带来的乐趣。 Babysim的品牌呢, 其实它的名字的含义呢, 是宝宝在快乐的歌唱。 那我们的slogan呢, 也是为爱创造, 通过我们品牌的不断创新, 让更多宝宝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能更加快乐地成长。 品牌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 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啊, 首先是Syslight, 它实际上主打的是肚骨风格女装, 而Color Color实际上玩的是一个色彩先锋嘛, 我们的这个Rustic主要是做一个歌特, 其中还柔和了一些朋克和洛莉塔的一些特点, 那为什么做这么多的品牌呢, 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接纳更多的用户, 让我们自身内部形成一个品牌矩阵。 我认为呢, 品牌对每家企业都很重要, 为了把这个跨境地上漏走得更远, 我们呢建立了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 AQUALINE, 这样子能有效地进行保护, 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对品牌化的理解呢, 其实有三点, 首先, 在原创设计上敢投入, BabySIM不仅在法国, 荷兰, 中国设立多个研发中心, 那也面向全球争选原创设计, 第二呢, 我们在产品的品控上抠细节, 那我们旗下产品呢, 执行欧盟质量标准, 第三呢, 我们是在售后服务上拼速度, 对我们所有的买家保证是24小时之内, 必须解决客户的一切售后问题。 通过积累品牌,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数量信息, 不仅限于我们企业的信息, 也提升我们员工的信息, 第二个呢, 我们质量的意识会更强, 那么大家呢, 会自觉地去维护这个品牌, 第三个呢, 通过这个品牌见识, 我们可以买一个好的价格, 那么也就是说, 起到一个一价的准备, 我理解的品牌化呢, 第一个呢, 是它需要具有创造力和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个呢, 要保证品质还需要有很好的性价比, 那第三点呢, 是要满足全球的年轻消费者, 他们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个需要。 品牌实际上是一种差异化, 而且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产品, 它是用户对你的一个认知, 我们在品牌上一定要实现出于同行, 以及进行对手的不同的地方。 17年宋马通整个大 fashion行业呢, 在主推的官司, 其实就是风格化, 风格化就是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品牌, 打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方便消费者, 它去记忆识别, 它知道我是谁。 我们这边对本地化的认识,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 就是让外国的消费者可以在购物体验上认为, 是跟他们本地的消费的那个购物体验是一样的, 其实制约海外物流体验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物流这一块, 那我们在俄罗斯, 英国, 美国都有做那个海外仓, 然后这一块的海外仓可以大大的提升整个物流的时效性这一块, 第二个点其实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 矿电电商它很难辐射到消费者的售后的细节上面去,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 是采用了我们国内的售后标准, 365天也就是一年内, 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我们都是以换代修, 直接给客户发一个新的, 第三个点的话, 就是营销的一个本地化, 我们在不同的鱼种的这个站点会采用当地站点的一个鱼种来做这个营销的文案, 客服这一块也是采用了当地鱼种的一个客服来服务我们的整个客户, 我目前有三种方式去了解当地消费者的一些喜好, 第一种方式, 我们是做快时尚的嘛, 肯定要时刻去关注整个行业的一个时尚积蓄,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以数据为导向, 我们公司呢, 也积累了不少的一些销售数据, 这些销售数据呢, 会给我们很多的反馈, 第三种方式呢, 我们会联合当地的网红去开发一些产品, 最直接的成果和收益, 就是在苏卖通328大厨期间, 我们销售了将近200台推车, 而且平均客单价在200美金以上, 实现单日销售额4万多美金的好成绩, 11月是我们的第一个双十一, 当天的订单是增长了150倍, 我们2016年5月份成为金牌卖家, 成为金牌卖家以后, 我们的月销售额从万级提高到了10万级, 做了品牌之后呢, 我们发现整个松卖通市场, 大部分的时尚产品是提供给年轻的女性的, 竞争环境比较激烈, 我们把自己的品牌定位呢, 就定位在去做35到55岁的成熟年长女性, 我们为她们去开发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累积之后, 我们发现买家确实是这样年长的女性, 我们一些跟我们互动很好的大妈经常就会告诉我, 我又从人家买了8件产品哦, 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同行买家, 遇到他们的时候就会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 时尚的女性都交给你们吧, 平台所有的大妈都交给我来承包。 我们原先最初的说明书只有英文一种语言, 我们有个俄罗斯客户呢, 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 有一款产品呢, 他重复购买了很多次, 有一次呢, 我们在邮箱里收到一份邮件, 他把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呢, 从英文翻译到了俄语, 这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真的, 我们没有想到买家愿意花自己的时间, 去帮我们实现本地化的翻译服,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 我们意识到海外买家的确对多语言的翻译是有需求的。 我们想把最好的母婴用品提供给中国, 乃至世界上的这些普通的一些家庭, 不仅保证产品的一个高品质, 而且还是高性价比的。 我认为整个消费品市场, 线上线下的融合是趋势, 细化到母婴行业呢, 未来真正的一个新零售模式, 一定是从实体连锁, 走向网店连锁, 从封闭到共享, 还是把一个个独立的母婴物理商圈, 进化成互联网加社交共享型商圈。 随着这个全球用户消费的升级, 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能够代表中国实力的品牌, 走出国门, 中国企业一定要不忘初心, 坚持创新, 弘扬工匠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塞了多年了, 我们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基础, 那么我相信, Look at你以后, Made in China会成为高品质的一个对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 Pass 32 alumni porieO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